好 那这个 独隐境里面也有一种叫无质的独隐跟有质的独隐 但就算有质无质只是一种 本身独隐就是独隐 有质无质只是比较有根据 像水中月 不能说完全没有 对不对 镜中像 它也还是有部分 可是它完全不 水中月对我们自己想象出来 它毕竟也是隔一层 它并不是直接的 不是真实 但跟那个龟毛兔角 那完全是没有的 所以变成独隐境里面还有一层次上的差别 那总之 我们今天在修学当中 一路到最后是不是要见真如 是不是 那我们现在在因为形成一个坚固的生命的执着 其实靠很多条件 你现在坐在这里 你有多少身心这种念头合成这个坚固 你不会动摇的 它不是一件事情 也不是你想简单关就能关的 好 我们现在从这里衍生出什么意义来 帮你们设想 不然因为有时候我们就零零碎碎 因为如果要单独关 你关一辈子都关不完 因为我们的身心是整个合合的 所以合合到 它不是你简单用一个逻辑就说它合合 因为它是绵密到让你现在 不是一个很虚幻的影子 虚幻影子我们看到甲 你看我们现在密到所有执着 连地大都会自动显现 它的那个止爱心 是不是 我们的身体守护到 不会说脚往前走 头留在后头 然后再等那个头慢慢挥过来 再把它煮上来 漫画可以啦 人不会它守得刚刚好 绵绵密密 一致性的 那一份执着 因言现前它就守着 所以我们在观察的时候 其实你无法变观所有性 因为这个八四里面所印含的 过去所有的业力因缘 你轻易是看不到了 连说都不说 为什么怀疑不容易懂 说给怀疏 连声闻人都不了解 那个细腻的地方 那怎么观呢 其实在佛法里面 它就是道理要能深决定 缘起的道理要决定 然后怎么样 以一代表所有 方便入手 那你知道吗 因为是方便入手 如果你知道道理是 等同道理 所以我们如果 以一个入手处 就可以衍生其他法的观察 那为什么衍生 因为在道理上你知道是一样的 只要是缘起的 都自信 这个凡是缘起无自信的观念 要坚定 而且必须要确实 所以当我举一个缘起的道理 实际去正德的时候 是不是同样缘起的道理 这种疑惑也会去除 总的 你细的那个厚德字会在看细的 但我要讲总的 所以就此生彼生 此灭彼灭 所以为什么 根性很强的人 他只抓一个原则 而落到一个简单的现实观察 所以不需要变观像 维世讲得那么细 他们只要这个原则 他们不是 纯原则 有时候你很难分出 到底是纯不纯原则 就是说 我其实为什么很 过去圣者 他们只是在跟火的那种 推论当中就正果 他们也不会脱离现实 只是他们不需要太多现实而已 所以对你来讲 好像纯理论 是不是 他们就要看到 老死 为何老死有生 为何有生 因为有有 到底是言明色 明色言是正阿罗汉 为什么 他们是这样的认知 贴着现实 这么一个总原则 应用到整个身心 所以他就这么短时间 他就正果了 那我们呢 我们没这个能力 所以我们必须要更务实 更具体 让他生信解 那有的人因为他能力很强 所以他只要原则 他自己就跟现实一搭 就执着就放下 因为他不是纯细论 因为他说的是现实的实际现象 所以他不用在现象当中再多说明 因为他有此类推 世间一切法都如此 有情无情都如此 所以他正 那我们呢 我们这个道理 缘起的道理 必须要能深决定 然后我们入手是吧 现前伸受心法 那我们观我们的伸受心法 能为什么变到外面 在整个大原则上 你只要伸受心法 此心同 此理同 很多道理 你会得到印证 你从这一个现实观的境界里面得到印证 类似同样的道理 同理可证 是不是 比如说我现在这一桶都海水 我一摇 显得 那我要不要喝完才证明这一桶水都不用 你对他认为他是显得心是不是决定的 因为你这一桶 我是从这一桶摇出来的水 我喝这个水是显得那一桶是不是都显得 同理可证 所以他的心是不会动摇 他的心可以决定的 但要不要说 你喝一口水要全部喝完 不用 你知道看到无印皆空 你的无印皆空 其他众生的无印是不是也空 也空 所以这一个缘起的道理 我们现在谈这些不就是缘起吗 所以我们讲为是 是把缘起的道理 更用现实的例子来说 其实就是这样 中观是很原则 唯一是是更具体一点 这样而已 他本质是一样 所以为了要帮助你理解 他必须要为你的心跟色说清楚 然后在定义好了以后 在看他的阴眼边 那因为我们在讲为是的时候 如果只是一项的那种文字解释 会忽略了他的相依的缘起意 现在是很多在 我们在学习缘起的时候 那为是的时候 往往没倒进来 道理懂但没有去强化他 其实我们讲那么多 其实用意就是在讲缘起无之心 讲为是所限 其实就是在讲缘起无之心 解释秘经说的 所以你如果未倒到这里 那为是这些所所税的东西 很难生 就是变成学了很多 很劳累 但不一定增长你的智慧 在你的修行上你不会用 所以应该增长的话 就是你为是学完 你对念佛应该懂 为什么 什么叫娑婆 什么叫净土 你会从为是的立场去解释 什么叫娑婆 什么叫净土 如何转 就是念佛要这样念 就能感应净土 是吧 那你如果这个道理懂 你再来解释 净土经典的每一句话 你才能正确解释它 所以不会脱节的 那因此像你这样的理解来谈净土 别的宗派来跟你反对不可能 你也一言其法 我也一言其法 我一言其法的建议的净土观念 你怎么可以破 是不是这个道理 可是现在就是推广的人不清楚 火定的人也不清楚 所以就不清楚 他觉得土有殊胜法门 慢慢不被受用 念佛的人得人天福报 毁谤的人脱落 解脱往生因缘 不容易生决定 是不是 那决不决定 你念看看就知道了 我不是讲说 我们不用太争论 你自己念 你就知道你的心讲很多 已经 你说我刚在念 可以可以可以 再给你十年 二十年 最后十年 因为我大概后面十年 你已经八九十了 谁给你十年算是给你一种 照讲你的扣打找完了 再给你十年 那根本是我开支票 你不一定领得到 那你已经经过几十年都还没用 那你认为后面十年 你凭什么认为你后面念佛能益心 所以你会落到一种 好像懂但内心潜在疑 潜在疑 为什么 路不明确 又不是说没有 但就不是那么明确 那说有 我说你念佛求生净土 跟我现在喝水解渴的信心 你说两个有没有差别 我喝水解渴 这是铁板一块 谁也打不走的 很清楚 我现在口渴就要喝 一定解渴 是这样的 法尔如斯 有时候你会不知道 我就用这种例子 我就用这个现实例子 来比喻你对佛法的信心 所以那个佛法的信心 到最后很流畅 它没有激情 就好了 就解渴了 都不用拜 你一定要让我解渴 上次你保佑我解渴 这次一定要保佑我解渴 然后拜完真的解渴 好感应 没有那本来就会解渴 所以这也是很多东西到最后 你看像我们这个 当你确定的时候 走到哪里都不会动摇的 做梦口渴也是找水喝的 很多东西撼动不了你对它的决定心 这叫做若一日若其日 一心不乱 那你说这个标准太高 你还有机会高一点比较好 定一百叠下来还有九十 那定二十叠下来就圣十可能零 因为很多人缓缓空空 好 我们现在再看 我们再回头去看三信三量通三进 那我们早上有谈谈 捏关二月皆民非量 是不是 我们再看解释文的第五行 如一笎空花捏关二月等皆民非量 那你看到了 虽然眼前如是如是 看似限量 但其实是相似限量 因为它不真实 限量必须实在 好 那禅定里面 我们今天下午特别强调 禅定的过程当中 因为它并不如实 这时候还不是限量 当它定心成就的时候 这个所见限量 好 我们看 三进及信进代子进独隐进 信进已如前世 代子进富有二种 一者以心缘心 明真代子 即第六四通缘一切心及心所 第七四单元 第八四只见分事也 因为根深七世间 是不是八四的相分 那八四献出这种业果相的时候 他的见分指使 然后第七就对这一个认定 这一份词曲 认为是稳定的 所以以他妄想为我 妄想为我 就是说这个境界就像这个东西 有时候诈骗集团就说这个东西的确有 那有一个人讲说这是我的 因为你看他经常跟这块地 这个人经常进出 盖子盖也 他盖也什么都可以 结果我们就一直认为 这个经常进出的 这个跟他一直配合得很好 一定是地主 所以有人嚣张到怎么样 他搬房子是请搬家 偷人家的房子 是请搬家公司来搬的 他就让搬家公司 误以为是屋主 整个搬走 你看这个贼多厉害 他连自己搬都不用搬 他叫搬家公司去搬 最主要这个地方因为屋主不常来 所以他变成进进出出当他家 到最后请搬家公司整个搬完 甚至有更糟糕的 把人家房子整个打掉 流出空地 这个实在是离谱到 乃至到最后卖 离谱卖到地主都不知道他的房子 他的地已经改名字了 政府还在讲 假的就假的你要负责任 就变成有些地主还要去找理由去证明 明明这就是你的所有证据 文件不是真的 那你不能让地主去承担 从头到尾他都没关 那你审核的就不究竟 应该是政府要负责责任才对吧 那我拿回来不是理所当然 因为文件假的 我拿回来是我 那这个问题就出在什么 买 这个人去做假买卖的 那个买主也是无辜的 地的所有主也无辜的 就中间那个片的 哇 这下麻烦了 这个 地主的无缘无故没有了 买主他真的拿钱去买了 这中间 要不要把它变回来 哇 其实当然从一开始错 当然必须要回到原来的 那这个问题也能吵很久的 好 不过这个事件实在是真的不可思议 就是了 那我们也就是这样 我们就认假作真 就执着 我们被骗了还是房子没了 我们就骗了无量姐还在被骗 还蛮高兴的 是不是 我们还一直我我我 就以为他 我们就跟这个我做生意 做无量姐的 那他只是一个稳定线 他只是跟他配合的 经常进出 你看不到乌主 你就把这一个人 经常在这里进出的当乌主 然后就以他跟他做生意 那骗了一辈子 跟他那个从来不是乌主 是不是这个同样的情况 因为你用这个境界 认为他的关系是连结的 没有 这里面完全虚假 好 二者 以心原色明事代之 为代彼向其 有事彼之 如依今作官 非是五事所言 现境故也 依今作官 对 没错 可是依今作官 在官的时候他不是 可是后来官成的时候 定境就是限量 因为这前面不是讲吗 这个落入禅定 缘禅定经 是不是 所以到最后 那个为什么 我们不是常举那个例子 有的人因为他在地上 他化官 官他为谁 他自己就沉下去了 但我一般人 这个地他怎么穿得下去 他就穿下去了 因为对他来讲他转化成 以他的境界来讲 这个地如水 所以他就 咚下去 那他走在水里面 他把水关成地 就这样走过去 就这样 因为他的定心 他确实成就这样的一个变化 可以 但你如果还在官的 还没成熟的 那这个是 就是他这讲四代词 好 独隐竟亦有二种 一者无职独隐 如圆归毛等 二者有职独隐 如一金作官 虽是脱笔 虽是脱笔为之人 终是独妥意识所限隐固 就是说他只是官 那所以说有些东西 他的官 他本身是怎么样 他只是成就一种境界而已 对他来讲是这样的境 但我刚才讲了 就是说 以他现前这样的境 如实显现 但有的是 只是圣洁作义 所以这个境并非真实 并非真实 但他那时候观察是 一这样现前的 他讲说 虽是脱笔为之 终是独头意识所限隐 但如果对某些现实境为基础 依定力转化成他的话 那这个变成限量 所以这个在显阳圣教论里面有谈 这个我中间有省略的 我就抓重点 若解未成是施垢所立 解若成极非施垢 不是自己构想的 由非施垢之所成 故名为限量 他不是施垢 他是已经是结成了 定力成了 那如果不是的话 这就独头意识 虽然你做了很多观想 那不是 所以有些修行本身 他只是在练你的心 他不是如此的 他是练你的心 很多观想 他是在练你的心 那练你的心 虽然是想象的 但基本上 这样的想象 可以进化你的心 有这样的作用 经第六识 罪为名利 故能通缘善尽 而以三界轮转之时 罪易可知也 所以这个就是 第六识的那个 你看第七 第八 单纯的很 进出 让人家止 第七 也很单纯 只要有我就好 前无也单纯 只要设身相畏处 第六 最罗嗦 关键 所以有的人讲说 我的心不要动 这下修行就停了 照做力最强的是这一个 照做力最强的 其他是 因为照做力最强 其实是最明显 但其实那个绵绵蜜蜜 第七识 就算你死了 他都没舍过 你的生命可以 外在生命可以断 我只没曾断过 所以你要死尽 没有 所以就 我们那个讲 元旗法讲就 未究尽死 你想死 门都没有 你看 想死都还没 没那个机会 他说究竟死的只有阿罗汉以上 你想死 没有 你会轮回 你在这条路这样一直过去里面 你生命可以看似断 你的我只从没断过 所以你这一个命一晚 下一个马上升 人中间连断都没断过 灰断灰长 所以它叫转变 但因为我们执着 就以为要断灭 没有它不会断灭 它就不断刹那 一直衍生下一个生命出来 所以你只是这一段 一段下一个就出来了 中阴或是 业力大了连中阴都没有 就直接下一道 所以关键在哪里 好怕好怕 你如果知道说原来 我要离开我旧房子 你如果知道是别墅 你说早知道赶快去 是吧 治理好苦五着二事 你如果生性净土的话 你要巴不得早点走 就像出狱一样 它又没有叫你断 你要是说出狱就让你死 那我干脆在里面 对不对 出狱如果让你死 但我不想出去 那出狱让你自由 你总会不出去 所以其实这潜在的很多认知 还没兼顾 所以在修行上来讲 啰嗦的也是它 它是最明显 但其实绵绵蜜蜜蜜的 那七跟八那是一直到 你断掉我旨才转的 是不是 那八更不会灭 因为它就转世成是 六会不会停 会停 六就算你活着都有时候会暂停 只是它最明显 作用力很强 但那个老大七八 那是绵绵蜜蜜蜜 你让你都看不到 但它就始终抓着 那第六诗很嚣张 那前面那是帮凶五诗 那就这样了 然后所以要下手的是第六 那偏偏现在有人说我不用学 你下手就是改变你第六诗 从文师开始 不是第六诗吗 所以文师修的过程前五诗只是辅助 只是教材 改变 改变心的是第六 从第六里面去转化七 七前面就转化八就跟着转 对不对 你的正面的力量 无漏的心虚就会转化 进化第八 就转掉 所以现在有的人就说 你自己的心没改 你只是在四项上做功夫 你能改变吗 是吧 所以我们应该 你看 罪由心起将心颤 心若亡时罪亦亡 就改你这个 那你念佛里面的 你念到把这个心 打得心头时就打这个 是不是 你必须要把那个第六诗 处处爱着 缩脖的这个心 给它转过来 所以应该可以检查的 这也就是说 当我们发觉 我们的起心动念 处处都在世间里面习性 我现在在讲又更细了 粗的 你不会爱走都不算 都不大算 我现在讲的是高标准一点 因为这样你才比较有把握 也就是说用粗的这种 八风 八风其实很粗 你先用八风来吹看看 你用八风来吹 然后完了以后你再看 更细的那个辛苦 其实你称机悔意 那个是很粗的 所以有的人修行到最后 它是很平稳的 他的那个修持到最后 他外面的心不大动 但捏面的执着是绵绵蜜蜜蜜 这一块你就要靠你自己了 这一块因为别人也不会跟你帮忙 帮忙你 因为你看不到 但其实这一块走到这里 反而就是个人因缘 所以你不要以为外面 所以你至少八风这一方面 你应该审查 你或许会还有挂爱 但你自己也多少心里有数 我虽怪但没有也还好 就是你会发觉 它跟你那种东西受到影响 你不会有那种痛不欲生的那种感觉 你会觉得有点痛 但不是那种绝对的 会割舌 难以割舌 会有点痛 但要割舌也还好 最多就这样嘛 不错 不错 就可以 不行 这个就不容易了 这个一定要这样 这下就刚强难跳了 那这一个粗的先观察 再来看戏的 这个就看功夫了 看到那种绵绵密密的守护 包括你念火念道 虽然境界很好 可是你发觉你在享受它 你这个禅定境里面 有偷偷的爱着这样的境界 其实这还是神灭 还是不是厌礼 对不对 你只是厌粗的 你这份可爱还是爱着 所以当你这个禅定境有的话 你会觉得你修行很安稳 可是当你退掉的时候 老病的时候 发觉 我怎么原来可靠的境界 现在都不能靠 所以从一开始 知见很重要 做得到做不到 先下一步 知见先有 把眼光建立 一时察觉不出来 但因为有眼光 只要久了发觉不自在 你马上那个以前的认知习惯会拿出来 原来我之前听的就是在讲这里 还有机会绕出来 或者你都不知道 所以这种修行必须要细到 你能有抉择要有 所以说我们就经常拿这个来练 那我们必须要有一种 对这个道理开始把疑惑去除 比如说对娑婆的 我刚才讲 对娑婆的认知要盖深系 对净土的建立 必须从娑婆建立 你知道吧 你不要用空洞的净土想 你的净土的认知 其实是用晦图比量出来的 是比量出来 所以你如果对绘图认知得更清楚 其实你要比量净土就容易了 我不是讲说 混坑 那没有粪的状况怎么样 那你就在粪里面 你就知道没粪的 对不对 那一份脏臭没 那份苦极没叫灭 那份物浊 你看那个往生论不是在谈这 往生论谈了很多东西 就是世间是这样苦 净土没有 世间有高低大小 净土平等 因为我们心平等感应的是平等 人心有不同 人心有两舌 所以处处间隔 人心有撑 所以处处会伤人 你的国土世间是这样 但你如果无贪 无撑 无吃 无两舌 无恶口 无杀到淫 你说反过来的国土是怎么样 就没那个夜报像 所以我在讲净土就先讲这个 我先不讲那个净土 我讲土 净土就是品质好一点的土 所以你应该从会图去了解净土 因为你的会图掌握是很具体 所以你的净土的掌握会有利 是不是这样 好 我们接着来看 所以这个整个心在念的时候 必须要念佛 要念入心 不要有口无心 是不是也有这个道理 因为第六四主要是在做怪的 所以我必须每一念 每一念都要念进来 所以我才会归结上 念的要欢喜 念的欢喜才能转心 如果你是机械的念 你发觉它转不了里面那个心 你很苦的念 很勉强的念会跟它相隔 你必须要是很欢喜 那要欢喜就必须要打开疑惑 所以把疑惑打开深欢喜 念的时候依依法入你的心 这时候才叫进化身心 心境国土境 讲的看似理论 不是 我们做的工作就是这样 所以你只要认知它 是不是就更有利 我不用念得很敢 我就以口气念路过 我不用跟你讲谢谢 谢谢 你要我讲几句 有空没空就传个简单简信 谢谢 我说你不要谢 你如果不甘愿你不要传来 我只要看到你很真诚的谢谢不就好 我只要看到你油自内心的对不起就好 你跟我讲有空没空对不起 三个字一直送来干嘛 对不对 所以念活如果一句生决定 那就比你千万句好 对不对 你有空没空都跟我打忘语 我宁愿你讲一句真话 世间是如此 佛法也如此 好 我们接着看 相应心所五十一 善恶临时别配之 就是说 为此第六四心 以五十一心所 皆得相应 相对的五四怎么样 五四是变形有 别境有 善十一这也可以 那中二大八谈成诗 那这个在其他的心所 这个在第六四 五十一个心所他都能用 心所皆得相应 所谓变形五 别境五 善十一 根本烦恼六 大随八 中随二 小随十 还有不定四 不定四是什么 你还难说他绝对坏 就是回眠寻试 睡觉有没有绝对坏 没有 睡刚刚好比较好 寻试呢 寻试也没有一定坏 只要如理寻试 寻 我不要讲 假如我们一直在观察 试就是 等在那里 看得更细腻 就是 厚着在那里 就是我们寻 然后我就经常比喻 我大约扫描 我静态观察更集中 一直在寻查他 寻试他 那所以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供物还没有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用寻试心 寻试什么 欲界 就用比较粗的心去观察 这个世间的苦 所以不是修禅定就修禅定 其实在修禅定的时候 有一个前方便很重要 就是对欲界的苦要能观察 禅定如此 净土是不是也如此 所以一直叫往生净土 不是 先把说婆苦看务实一点 才能验下心上 所以你不觉得我们这样的功夫里面 都有 但难免空洞 也能验离 但不彻底 能心上 但还没有看到真价值 这也不具足 那也不具足 放在一块 不会决定 所以我不是举那个 牛粪跟蛋糕 要哪一个 决定 牛粪粪 决定 蛋糕好吃 决定 放在一块 不用说蛋糕 所以绝对不是 你会选择蛋糕 不是因为念南某蛋糕 你只要看到它好吃就念了 你只要看到脏你就不要了 这个重点是抉择来的 不是念来的 所以念当中 其实要有抉择意在里头 没有的话你就要念 本质不会动 因为它是很明显差别 那为什么叫明显差别 因为你看到功过 所以如果你看不到功过 你两个放在一块 你能不能抉择 不能吗 何况 说婆是具体的 净土我又没看过 所以两个放在一块 心就飘摇了 疑 不能决定 你知道原因吗 这都是你的心理现象 像我们这样猜猜 因为比较少人这样讲 因为我们要这样讲的话 基本我们对其他的教理 要稍微可以 而且你还要活用它 所以我们现在从这个道理来理解 我们为什么修行难以增上 你不觉得你看是有 其实都不清楚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我们以身善令增长 继续在深入 那没有的认知应该建立起来 你想你如果这样一步一步踏实的走 你怎么会不感应 好 那随其所其或多或少 有时候会多很多 有时候很少 就像五别境 有时候全部有 有时候就一个两个别 那变形是都有了 别境就看你 要有缘别境才出来 那为什么五变形都可以 因为五变形的缘都有 因为它这个动作是很基本的 所以它的条件经常维持着 所以变形是一直有 那别境要另外的条件 所以别境的条件因为要另外 所以别境起来 有时候 你看大随 中随 小随 就是条件越简单的 越普遍的那就大随 要特别条件的叫小随 这样知道吧 那这个什么 条件 条件 我讲这句话用意就是缘起 就是缘起 你本质都已经有了 稍微一动就起来 那么就很快现前 如果它很缺 还要特别用功的条件 那就是条件继续弦 条件不继续就灭 就这样 那所以我们在修行当中 是不是这样 你要练到 你那个念佛心条件随时具足 对不对 见顺境 见逆境都是念佛心 二六时钟 对不对 穿衣睡觉都是如此 念之在之 所以这个东西必须要有一贯的东西 在这当中你才能成就 你要给一个理由 给一个具体的 所以这个当时就 随其所起或多或少 初无一定 故须临时北辟 北辟就是说 为什么要北辟 临时就看因缘 有时候有就起来 有没有就没有 你不能定怎么样 因为它的状况 所以你看它是三信三量通三进 它还有五十一心所 它这中间变化你看多少可能性 而且它都无自信 你讲五十一还互相关联 切开来还无尽 所以在组合前后 过去 现在 未来 时间 空间 心理合起来 人的种类说不完 既如为事 论中诸门分别也 所以根本烦恼及贪嗔痴加慢于邪见 那邪见我们化为五不正见 对不对 所以其实可以变为实 这个我们因为时间关系也没办法 我们大约先讲一下 就是说其实像悔 悔也没有不好 但如果悔过多的就有问题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在修行上 有的人就一味悔不行 一味寻识 像比如说读书 有些人在佛学院一直寻识 但寻识不能如理的时候 就会恶 不定法就是可以好可以坏 睡眠可以不增加你的体力 可以睡多于次 那你要说它好坏就看它放哪里 所以它叫不定法 寻识的话如理寻识可以得到道理 不理如寻识增加调局 是不是 悔可以让你 可以去改正 那悔太重的话 变成烦恼味 是不是 所以这叫不定法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东西好坏 要看它的因缘成就 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察 所以这个道理懂了 我们在引导人在做思维的时候 你们要多想 不不不不 你这个已经想太多了 你想到快想阴沉默 脑袋都是概念 你不要以为你很会想我 不是 那个想不稳定的反而是一种 就是寻识 一直在概念上寻找 飘浮 这个概念是 这个概念会让你躁动不安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 我一直在讲说 当我们在修学佛法的时候 因为整个环境就一直听 一直听 一直听 听到它没消化 所以你看越听越久 身心越不安 照理讲是读得越多越久 应该更稳定 对不对 没有 因为你是用烦恼相应的寻识心在找心 所以读语也不一定有用 那这个道理其实在做教学的人就要懂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说 我也想听 我说你不能听 你听下去会乱掉 是不是 现在这一个人的身心是不堪受用这个法 你不要强走 所以我为什么会讲说 我为什么会讲说 现在的不学佛是学佛 怎么会变成这样 没有 没错 因为你那个学佛当然还来苦恼的 我们是学佛也是要来那个 所以有时候我会跟他讲说 暂时不要 你灵验静下来冷静 离清之后再来做 这反而会得起利益 你隆隆同统搅乱你的心 不是这样 是不是 所以有时候佛法佛法佛法 有时候我们就讲说 因为我们本身对这个结构 我们把佛法 是佛法 非佛法 是明佛法 你把那个佛法用成像 就不是佛法了 佛法本质是要相应 无我像 无人像 无众生像 无受者像的这个元起义 才叫佛法 可是一旦是元起义 就不是固定的那个僵硬的佛法 所以是佛法 非佛法 听没有听懂 没有意思 讲维士跑到讲金刚经 不过他就一家亲 不然怎么样 我又不是 他自然就流到那里去 他都留在这里 他本来就是相通的 所以金刚经听懂的 维士学好的金刚经也要懂 所以我们前面有针对大约 我们都是大约 因为我说如果要细讲 我们就以后讲成为斯伦 那当然就要做好准备 那会很久 讲下来 你们到最后刚开始 医乐很心很强 到假刚那个 就是老人 老的就是睡也睡不着 就一直打课睡 那种 那我也很老 你们也很老 就讲到最后 然后老到最后 看你们也睡着 我讲到最后也睡着 这时候就没人打庆 我们就安稳的睡 这就是阿罗汉道场 不要紧 不要紧 开玩笑啦 欢喜就好 欢喜就好 其实修行应该是一个自在的 所以有些东西 最近也在跟一些人谈 就是有些经典 我会慢慢用药益 因为现在你不堪耐久 讲多 医乐心会退 不讲不懂 所以变成要用很快的时间 萃起他的精华 让你得起精神 如果要细讲 现在未必有那个能耐 你就是愿意讲 他也不一定有那个因缘 要狭满 心爱空闲 事情要空闲 什么都空闲 就可以慢慢享受 没有的话 时间 时间 一直看 听的人就会照 讲的照 听的人照 照动 就会这样 好吧 因为再下去 就另外一个范围 本来我当初讲说 因为一般我之前讲 八次规矩送 大概讲八个小时 最多十个 我记得是八个 但现在已经二十个 我本来想说 这一个周讲完 下一周应该没课 结果 哇 还好 刚刚好 其实我有做下一个准备的 就观水渊源论了 但我在看这个情形 大概那个也轮不到 那当然这里面我们会参差出去 但我整个用意就是希望大家能活用 因为我对那个纯理论 我也比较没兴趣的 学晚不会用的何必学呢 大家去睡觉不是更好 所以会有这样一个想法 所以在讲的时候会帮助大家抉择 用很多道理 当然你们听有时候会觉得咋 但没关系 你只要听懂就好 听完 然后就丢掉了 直到回家 这样就好了 因为如果要讲 其实可以参考很多法师讲法 过去你看 偶遇大的事就这样而已 那么照念我们早结束了 可是完了以后就不一定会用 所以我在这里一直在加强 好 那因为就差这么一点点时间 我们就到此好了 好吧 好 那我们请合掌 愿意此功德 愿意此功德 富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供臣佛道